嗯?怎麼會有貓的聲音 貓咪在哪裡呢? 這邊嗎?在這裡呢? 這邊嗎?還是這邊呢? 欸?難不成 這裡藏了貓咪? 哈囉大家好,我是速感實驗室的一位老師 今天呢,我們就來聊聊貓瞳孔時鐘 相傳在16世紀的日本,武將島金義弘呢 曾經隨著封城秀吉去遠征朝鮮 那特別是,他竟然帶了七隻貓咪一起上戰場喔 那據說,他就是靠著這幾隻貓咪來判斷時間 回國之後,島金義弘還特地為生還的兩隻貓建立了神社 那取名叫做貓神神社 這個神社,直到現在都是鹿兒島一個知名的景點 那究竟,貓怎麼會被當作時鐘呢? 其實啊,關鍵就在於說 瞳孔會隨著光線強度而有所變化 就像是,我們在大太陽底下也會瞇瞇眼一樣 而貓呢,對於光線又更加敏感 瞳孔的變化也就更明顯 所以啊,只要看瞳孔的形狀 就能夠知道當下的時間 日本啊,還有一首古老的和歌這麼寫道 六十元,五七如軟,四八四四之和,九十如真 講的就是貓瞳孔形狀跟對應的時間 欸,可能你可能會覺得很怪喔 怎麼在九點,眼睛就會瞇成跟真一樣呢? 其實啊,這裡的九十並不是九點 在古代日本,九對他們來說是最大的數 因此在正午十二點四秒會敲九下鐘 之後呢,依序每個時程為 八下、七下、六下、五下、四下 然後在下一個循環,從凌晨十二點開始 再次回到敲九下鐘 因此啊,這首和歌的翻譯版本是 早晚六點十元 早八和下午四點像彈形 早上十點和下午兩點的時候呢 像柿子的和 而正中午十二點的時候就像是真 但是,這應該是指一般晴天的時候 如果多雲跟下雨可能就不是這樣子啦 不過啊,要讓貓咪乖乖給你看瞳孔 我想應該也沒有那麼簡單 想要逮到貓貓,最好的方法就是紙箱啦 那今天啊,要推薦給大家的 就是這一款和貓咪有關的桌遊 名字叫做,躲貓貓 在棋盤上呢,一共會有五隻尋求溫暖的貓咪 玩家的任務啊,就要將模塊放到對的地方 把可愛的貓貓們通通都裝箱 這規則聽起來很簡單 其實非常有挑戰性 因為每次呢,都只能移動一塊模板 然後每一步的先後順序都要經過深入的思考喔 那每一個模板都可以試試看 旋轉不同的方向擺放 不過要小心喔,別讓模板打到可憐的貓咪喔 那經過多次的嘗試跟思考 一定可以讓每隻貓咪都好好的躲在箱子裡面 非常適合後,爸爸媽媽跟小孩一起動動腦 那除了親子遊戲很適合之外 如果你是一位愛貓人士的話 那麼這款桌遊就絕對會是必收精品 那如果你的朋友或伴侶非常愛貓 也不妨可以買來送禮喔 以上就是今天的理工男開箱 想看更多有趣的數感實驗室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數感實驗室我們就下次再見囉,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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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 智希 發聲 粉 嗨 粉 餅